1 2 3 4 4 4 5 6 6 6 7 8 8 9 10 港女,我覺得很多女生很少做運動 可能她們會覺得推順很瘦就是一種美 我覺得運動之中會有一種從心而發的態度和氣質 所以做運動會有一種自我的個性 都是可以在運動之中培養出來 有之尊女稱號的程麗莎Lisa 成就來自運動才能的表現 這位搶包山兩屆女子組冠軍成績良麗 2004年至11年 連奪香港速度攀登女子排名第一 2007年奉酒東亞結尾健身錦標賽健體小姐冠軍 2010年更加榮登新加坡舉行的 第一屆世界健體小姐冠軍 我自己的座有名就是天天努力向上爬 而且蜘蛛女希望每天都不斷進步 因為我自己覺得做人和做任何年紀都需要向世界學習 還有需要有個目標和夢想 如果沒有夢想其實生活就會很枯燥 和一些追求夢想的運動員故事相似 Lisa在2007年玩體操 整斷了前十字印底 在手術之後需要休養幾個月 同時要接受心態上的挑戰 我因為自己本身是運動員 經常代表香港比賽 沒有了身體上的行動 就等於很頹廢和很失望 我在那個階段都經歷過一個很不開心的階段 我不可以為香港代表比賽的階段 但我可以在腦袋上提升 所以我晚上都報讀了很多不同的課程 讀了一個學士學位 而且也讀了很多慶趣班 希望可以將自己的心態去轉移一下 好像學了化妝班 私儀班 儀態班 學下煮食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實都可以提升 80後的Lisa 近年將個人的才能由運動場伸展到商業展場 同朋友創業開設全體中心 我覺得我自己可能運動上是一個 大家的供應有少少成績 但對於我來說我做人去到做生意 還有在家裡處事 在外面學校 社會 工作 其實我都不斷去學習中 所以我自己會將自己的思維擴闊 去想 每個圈子我都要去學習 其實我會覺得生活上會多很多趣味 還有自己去到一個新的圈子 都是由白紙一張和寶寶仔 所以謙虛一點去學習 懂得珍惜和關注身邊的事情 會有更加親切的人生 在事業以外 Lisa也嘗試發展其他興趣 報讀了演藝學院 戲劇教育碩士課程 稍後也會參演荷里活電影 鄭女莎將會在九月出嫁 對於她來說 展開人生的新一業 挑戰亦都大了 自尊女能夠多線發展 關鍵是時間管理 平衡工作和生活 家人我覺得這個後盾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都會把家裡的位置放在第一位 去到家裡我就是人家太太 可能回到媽媽家我就是女兒 我會和媽媽上面有關心 和男朋友上面也都要有一個良好溝通 和互相去信任的態度 出來店舖我就是老闆和教練 我又要安排自己不同的角色 做不同的崗位 清楚自己的目標和自己立場的態度 我覺得做事情會比較好 你的持家知道是怎樣 有沒有想定 我的持家知道就是 我的持家知道就是 每天做好每一天 對於Lisa來說 無論前途有多難行 有多少個問號 只要敢嘗試 就有可能闖出一片天 香港歡頻電視機寫 我會想不到 我會想不到